在区公所的食物银行里有名声用品 吃的用的等等各式物资品项高达上百样 透过食物银行爱心平台 每个月都会每合低收中低收或是独居长者 进行家户访试并补给物资 对此官天下有限电视也分别到 供疗还有双溪区公所进行食物银行的爱心捐赠 我们官天下有限电视为了关怀我们弱势的家庭 跟独居老人 特别今天到双溪跟供疗来捐赠食物银行 各两万块的一个善款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爱心平台 能够帮助更多的双溪跟供疗的弱势家庭 供疗区长说 供疗区食物银行每年大约投注约十万元的经费来购买物资 感谢长期以来各界的爱心善款 此次更感谢官天下有限电视 也特地到场捐助现金 让食物银行挹注更多资源 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的家庭 今天很谢谢我们官天下的部分 针对我们食物银行捐赠我们两万块的 一个奖励金的部分来照顾我们供疗区的一个项民 这几年也谢谢官天下 除了我们食物银行的奖励金 其实针对我们共产或是我们老人照顾的部分 这边也谢谢官天下对我们一个大力的协助还帮忙 我们非常感谢瑞山矿业 还有官天下善性企业的社会责任 针对我们双溪区一些弱势团体食物银行提供善款 让这些弱势的民众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也希望能够带起那个抛砖引益的效果 让社会上更多的善心民众 对这些双溪或是一些偏向的话 有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一些 不管是物资或是金钱上的支援 双溪区长也说官天下有线电视 除了是地方企业也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于偏向地区也是投入许多爱心 让不少弱势家庭也因此受惠 解成为双溪采访报道